好久了 長久了 謝謝你送我來機場 外邊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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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是2017年蔡佳欣最新機場Fashion 長途機的裝扮最重要是什麼 一個字 送 搭長途機都是要穿長襪的 因為我一定會脫鞋 然後把腳踩在地上 還有外套是非常重要的 好 關於詳情 下回分解 正說 現在已經要登機了 所以 我還沒空拍我的影片 拍這個飛機裝束 但因為我們 我13個小時去巴黎之後 要去轉機 去一個叫Toulouse的地方 那我轉機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這個裝束 Hello 再見 上飛機啦 唉 唉 我已經很久沒去過歐洲了 差不多兩年半了 那這次這一班就是法國航空的直航 現在要上去 那13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要到巴黎了 我現在準備要帶我這個保濕口罩 因為剛剛那個飛機真的超乾的 然後準備要睡覺 現在是香港的 差不多11點 那 那 很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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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就來到巴黎的機場 因為剛才在香港上飛機的時候 就太 太急忙 所以沒辦法拍到我的 Wat in my bag 那現在就在轉機的時候 跟大家說 你看到我已經換了眼鏡 因為剛才已經搭了12個多小時 飛機 搭飛機一定要素眼和大眼鏡 那我必備的就是一個保濕口罩 這個我之前呢 那條片都介紹過 是在日本的藥妝店買的保濕口罩 20元港幣一盒有三包 那我這次的12個小時飛機裡面 一共換了兩次 那現在呢 其實它這把東西還是挺濕的 大概用了六個小時之後 它依然是挺濕的 所以呢 我真的很喜歡它 每一次搭飛機和長途機是必備的 因為如果你不用這個 那個鼻子會乾到痛的 所以這個是很好 這個我要保持著 我等一下要用 那就是有兩個小袋 那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Furland袋 那裡面是放些什麼呢 就是 Passport機票 電話 還有一些個人財物 即是錢啊 這樣放進去的 還有潤唇膏 那這個搭飛機的時候 我就會放在那張椅底下面 上飛機呢 都喜歡有一個隨身小袋 跟著的 那會方便很多 那另外呢 我就會帶了這個巨大的袋子上飛機了 那這個裡面裝著什麼呢 那首先裝著的就是我一個鏡頭和腳架 然後呢 我就要解決一下長途機必備的 第一件jacket 因為呢 這個飛機裡面是很冷的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件jacket 免得太冷的時候 你又靠那條毛尖是不行的 那因為我都很怕 然後呢 再加上一條羊毛的圍巾 那 因為其實呢 有時候呢 又未必要冷到真的用這條羊毛圍巾 但是呢 這一條圍巾呢 就是你有時候捲起來 可以用來舌腰啊 當腰枕 其實是可以舒緩長途機的 不錯的 現在開始廣播 要說大聲一點 然後呢 就是這個 鏡枕 這個是可以摺的 鏡枕在Lokon買的 那我都 就是再重複 我最喜歡它呢 就是它這裡的東西被你鎖死了 就是你無論怎樣睡 它都是不會移位的 那就是乘飛機來說 我用過這麼多個鏡枕呢 這個是最好用的 雖然它有三百多元 但是它值得投資的 那關於這個牌子呢 我會打回在Description box 大家要看我的Description box 這個就是那個項枕的袋子 然後呢 就帶了一個水帽 白飛機一定要帶水的 但是呢 我發覺呢 戴了那個口罩之後呢 那個喉嚨和鼻毛那麼乾 就不用那麼常喝水 所以極度推薦大家一定要用那個喉嚨 放了一部電腦 在這個書包裡面的 因為我不想十幾個小時 電腦被人丟壞 所以就放進去 還有一部攝影機 其實呢 這個書包大格那裡已經說完了 也沒什麼特別的 總之長途飛機呢 最重要呢 就是有幾個重點 就是舒適 舒適和舒適 另外呢 還有一些小物分去 帶了一些Lotion 就是手很乾的時候可以塗 這支是Catabill的 就是少少個旅行裝 帶了一支筆 寫入境的便 然後呢 還有呢 我帶了一支這個cream 這個cream 很噁心 這個cream呢 就是因為我呢 嘴唇呢 這個呢 經常都會爛口角的 那我就去中醫的診所呢 配了一支cream 一塗下去就可以舒緩的 那這個又是 就是搭飛機必備 搭飛機呢 總是會有很多問題會出現的 然後帶了一支防曬 對啦 那因為下飛機呢 是入口的時候呢 我要立刻一定要塗防曬 就是每一天的忍生 就是要塗防曬 好了 那這個watch in my bag 就完結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大書包呢 其實是搭飛機的時候 放上寄倉的位置 那就是 它有我需要的物資在裡面 但是又不會妨礙到我 放下椅底呢 我覺得它很 bulky 而你看到現在雖然6點多 但是天氣是完全很黑的 那我們呢 那這次為什麼會來巴黎呢 就是因為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個媒體旅行 那我就跟一個牌子叫做 Renee Berder 那一個頭髮的品牌呢 就來了法國啦 那我跟他們呢 會首先去一個Toulouse的地方 然後再去Paris參加他們的60周年的 晚宴和Hair Show 那之後關於這個旅程呢 我都會拍片分享的 那完了這個旅程之後呢 因為我自己會在Paris四天三夜 那當是自己去旅遊的 那都會推出我一個人去巴黎系列 那所以呢 大家之後要記得留意我 在Paris的Vlog啦 其實今年 陸續下去都會有很多旅遊Vlog 那希望大家喜歡 我今次的分享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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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就等著 上飛機啦 哈哈 哈哈